未來的一周天氣上來講 大致上還是以多雲到行的天氣為主 那整個風場上來講都是屬於吹偏東南風的環境 所以在迎風變成東南部地區跟恆春半島 都會有些不定時的降雨情形出現 那至於其他地方主要是在西半部地區跟各地的山區 還是要留意一下有午後雷射雲的發展的一個狀況 那我們先首先看一下目前整個雲土所發展的一個行形 那圖片上可以看到就是說 在整個沒有雲的這個地方就是太平洋高壓的一個勢力範圍 所以基本上在台灣的上東上來講 整個雲量上來講都算是比較偏少的狀況 那再來就是說我們可以看到在菲律賓的東方海面 是有一些熱帶雲氣正在發展一個行形 那這些熱帶雲氣的話會順著這個太平洋高壓的邊緣 然後會往這個西的方向移動 所以對於之後的天氣上來講就是會主要是影響 就是說隨興會有逐漸增加一個趨勢 所以在東南部地區的話 可能這樣的情況就會稍微比較明顯一點 那我們先來看一下今天的一個天氣狀況 那今天來講的話 主要就是說在各地上來講都是以多雲道前天氣為主 那各地的高溫上來講都可以來到33到35度 然後包括像是外島的話也是有32、33度左右的高溫 那特別提醒就是說在大台北地區跟高坪以及東半部地區 都會有36度以上高溫發生的狀況 尤其是花東地區甚至是有38度以上高溫發生的機率 所以請大家在戶外活動的話一定要做好這個防曬的工作 並且多補充水分 那至於這樣的情形來講的話 主要就是在西半部地區跟東半部的山區 會有局部短暫的剩餘 那特別提醒就是說在中南部地區的山區以及近安區的平地 可能會有局部較大雨甚至是大雨發生一個機會 那請這些地方的朋友還是要多加留意一下 就是整個天氣上的變化 那剛剛有提到就是說整個東南風 在南方水氣上來講是往我們台灣這邊靠近 所以整個水氣上來講都是有逐漸增加的趨勢 所以在東南部地區跟恆春半島的這些地方 可能這樣的情形就開始逐漸明顯起來 那再來我們看一下未來一周天氣上的一個概況 主要就是說從19號以前的話 整個天氣上來講都算是相當的類似 因為南方的水氣上來講都是比較偏多的狀況 所以在迎風面的東南部地區跟恆春半島這些地方 可能都會有一些不定時短暫暫雨的情形出現 其他地方的話都還是以多雲到前天氣為主 那午後的話就是在西班部地區跟各地的山區 還是會有局部短暫的暫雨 那我們要特別提醒就是說在中南部地區以及各地的山區 可能會有局部大雨發生的一個狀況 所以請大家還是要特別留意一下這個 天氣上的變化並且攜帶雨具備用 那這個天氣上來講的話 到了期末到20號的天氣上來講 隨機上來講就是會有逐漸減少一個趨勢 所以我們可以看到整個這樣的狀況 跟這幾天相比的話 其實會有比較明顯的減少一個狀況 各地大部分還是以這個多雲到前天氣為主 那午後的話就是在 一樣是西班部地區跟東半部的山區 還是會有局部短暫的一剩雨 不過這個 與是上來講的話會跟14號到19號這幾天相比的話 是有比較明顯的趨緩的一個情形 那再來我們提醒就是說在 清晨的時候因為在這個 海陸風符合的一個效應之下 所以在西班部的比較靠沿海 甚至到內陸這些地方 可能會有一些零星降雨的機會 那請大家就知道多加來留意 那最後我們提醒就是說 整個天氣上來講的話 都還是以高溫炎熱的天氣為主 那大家在戶外活動的話 一定要做好防曬的工作 並且多補充水分 那再來就是說 午後的話 還是要屢下有局部短暫雷震雨 特別是在中南部地區以及山區的話 可能會有局部短暫發生的機會 也請大家就是要特別的留意 另外就是說在東南部地區跟恆春半島 也是會有些局部的降雨的情形 所以請大家就是要多加留意 最後就是說在精密兩天的話 還是在這個 年度大潮的一個狀況 所以在 陰海地區的朋友還是要留意一下這個 有局部淹水 海水倒罐子的這些現象 那以上就是早上的一個天氣說明 走亂